我爸爸是做警察的 我媽媽是做警察的 我爺爺是做警察的 所以我是一個警察世界 所以我又想過他當警察 來自警察世界 33歲的Region是一位舞蹈員 因為政治立場 今年早就跟家人反面 但原來他也曾經試過考警察 人工好批准 最後因為穿上衣服的關係 你一個人壞的話 其實你影響你成天人 再加上我的服從性是偏低的 因為這樣我就 最後我就沒有去繼續考下去了 考警察臨門一腳面試先來放棄 家人當然有微言 而他為了不讓家人左右自己的人生抉擇 入大學之後 學費、生活費都是自己負責 由街頭跳到入studio 住過劏房、熬過窮 他依然無悔走這條路 接觸他跳舞的時候 我可能是八歲、九歲這件事 我經常看Michael Jackson 我到後期正式入studio 學跳舞 可能是說到六十、四歲 我一聽一首歌 我就很想動 我喜歡用我的身體表達音樂 我沒有那麼長遠 我純粹覺得 喜歡跳舞 有show、有錢、有job 做 這樣 有很多人會覺得 舞蹈員是一些比較壞 不是好友好者 我可能是這樣說 但當我走出來會告訴你 其實我Master畢業的時候 你是不是還需要操作你的兒子去跳舞呢 2013年就上了大陸到比賽 最後就拿了全國總冠軍回來 拿了一個冠軍就拿了冠軍 可能like數會多些 看片的感覺會多些 但是工作、錢有沒有多到呢 差不多 教跳舞分担旺季 高峰收入去到二萬多 沒有公開的時候可以零收入 收入不穩定 有時還會被拖樑 收入不夠應付生活 大學畢業之後的他要做回 朝九晚五的office boy維持生計 後來讀完翻譯碩士 從事教育行業 生活才叫好點 EA4 和UGREG那年是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好感的 可能一天要教綠堂 其實薪金不會多得很緊要 看到那個銀行 我一直一直跌下去 跌下去 跌下去 五位數字 不錯的Pay 跌到只有四位數字 兩位數三位數 真的按不到出來 本身薪金又不太高 再加上拖樑 五百元被人拖半年 那個對象就是 一個偉大的排舞舞蹈總監 他有跟陳偉林合作過 劉德華合作過 UGREG的時候住土瓜灣劏房 那些人問到你住哪 九龍城那條天橋底 因為我住唐二樓 或者是望到天橋底的那種廚 有時說這些都會心酸的就是 是否真的可以養活到自己呢 如果純粹只做舞蹈員的話 現在是一個教育的行業 其實都是為了養絕的興趣 我以前也試過有一份工作 喂 UGREGEN 有一份工作 很好Pay 是我當時人工的一倍 但唯一的條款就是 No Secondary Employment 我當時有想過很心動的 又不可以教跳舞 又不可以做Show 那其實你的興趣 你喜歡的東西是甚麼呢 中文字幕 星期間 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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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上工 晚上跳舞 那麼辛苦都要堅持 全因為他想改變香港人 覺得跳舞就是壞這個黑板形象 除了跳舞 他還有個興趣是Rap 所以他將跳舞和Rap結合在一起 拍攝MV擺上YouTube 他這份熱誠似乎不是人人都會欣賞 我現在有做音樂 有做一些跳舞的影片 我把跳舞叫Rap慢慢穿 這是我想做的事 譬如我出歌 那些人就說 我幾隻狗都叫得好聽過你 這樣都可以叫歌 我聽雞頂好聽你 在藝術的層面來說 聽雞頂好聽過我 我覺得有點心想 如果你說不是的 娛樂性豐富的 我都喜歡聽雞頂的Rap 觀眾可能不會看Danser 有時拍攝、做事 Crew 都會忽略Danser 我試過拍MV是沒有水喝、沒有飯吃 八個Danser有物得來賣到 發覺是不夠數的 吃一個麵包就成為薯條 吃到薯條就喝不到汽水 現在的Region有穩定收入 更加成功上車 由住劏房到擁有自己的安樂窩 在很多人眼中算是成功人士 但他內心深處依然有遺憾 其他我身邊的朋友已經 上班的上班 結婚的結婚 生孩子的生孩子 曾經很多時有想過放棄一份正職 而全職跳舞 但當你看到數目試的時候 沒有 除非你在跳舞格的位置 是飛黃騰達 比其他Danser 我真的花了很多時間 在上班賺錢 我去日本跳舞 我覺得自己好像不懂跳舞 因為日本是說小朋友 一跳舞 就開始發展他的技巧 6、7、8歲的日本學生跳舞 是說得我呆了 我看著我 如果我不在香港從事跳舞行業 可能我在其他地方從事跳舞行業 事情絕對會不同 絕對不是現在這樣 因為香港人要賺錢 要養活自己 希望你們可能真的賺錢 我要讓你好 一天